新店 有某個醫院 裡面的廚房呢 我想廚房都是我們對醫院 最陌生最不理解的地方 新店有某個醫院 我這麼一提 應該很多人甚至不知道 醫院的廚房會在什麼地方 那麼新店這家醫院呢 它的廚房在地下室 也就是跟停時間 同一個城 但是當然有一點距離 有一位張太太呢 這個小孩都已經夠大了 那麼她為了消耗時間 所以住在附近的她 就找到了這間醫院 很幸運的 在廚房裡面幫忙 這個廚房呢 很大 那當然醫院的廚房 是既乾淨 設備又好 所以當沒有做餐的時候 廚房裡面的幫手 幾乎都是利用 員工休息區的一張長板凳 來做小小的午睡跟休息 有這麼一天下午 這個張媽媽洗完了所有的碗筷以後 大約下午兩點多了 這個時候她知道 我可能要等上好幾個鐘頭 才要繼續準備下一餐 病人要使用的餐點 於是她就在長椅上 整好了座椅 然後蓋上她 放在醫院 自己準備的一張黃色的毛毯 蓋上去睡覺呢 很累的她 很快就睡著了 可是睡著了沒多久 她突然直覺的把眼睛張開 她也不知道為什麼 她要把眼睛張開 眼睛張開 看到的是天花板上的旋轉吊扇 可是很奇怪 她看著藏綠色的吊扇 扇子上面 在扇葉跟扇葉的中間 似乎有什麼東西在吸引她 而且不讓她的視線 能夠離開這個位置 可是慢慢的 張媽媽竟然感覺到自己的身體 是成平直的狀態 慢慢的往上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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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她已經進到 快要靠近吊扇的時候 她清楚的看到了一張 不是很清楚的臉孔 眼睛沒有任何的表情 瞪著大大的盯著她的眼睛看 因為她的身體是平直的往上吸 所以越靠近吊扇 她就越靠近這一個人的臉 也就越看清楚她的眼睛 接著等她靠近吊扇的時候 她也不知道為什麼 她似乎跟著吊扇旋轉了起來 旋轉得越來越快… 就幾乎是我們開風扇的那一種速度 張媽媽這個時候嚇壞了 忍不住地大叫了起來 可是當她叫完以後 眼睛再睜開 張媽媽發現 她其實從頭到尾 都沒有離開過這張長椅子 她一直就躺在長椅子上 可是幾乎就在同時 同事林媽媽不知道為什麼 很快速地 把廚房的門打開 然後衝進來第一句話就會 她就問妳怎麼了 張媽媽就問她說 我…我怎麼了 妳是聽到我的叫聲嗎 衝進來的林太太說 沒有耶 因為我在外面的躺椅上睡 我突然聽到有人喊救命 我就衝了進來 這個時候 張媽媽跟林太太 都覺得很奇怪 張媽媽更覺得 那…我剛才是做夢 還是真的碰到怪異的事情 這個時候林太太說話了 林太太說 張太太啊 妳知道我們為什麼 都不睡在廚房裡面 而選擇睡在外面 比較不舒服的椅子上嗎 因為廚房裡面 我們歷任的前輩都告訴我們 絕對不要睡在廚房裡面 因為廚房的走向位置 就剛好是佛教講的 生跟死的一個通道 正聊著 張媽媽突然發現一件詭異的事情 我… 我剛才蓋的毛毯呢 這個時候張媽媽突然想到 對 我剛剛在身上去跟傘平行 看到那個人臉的時候 在旋轉的同時 毯子飛了出去 可是如果是真的 毯子飛去哪了 兩個人隨地看了半天 都沒有耶 那都沒有怎麼辦呢 不過是一個毯子 好吧 那我們就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吧 張太太妳也不要再睡在這裡了 好 那妳要不要到我們外面去 張太太說 好 那我先到A門去 我去把我的衣服拿了 我再到B門的這個外面 跟妳一起匯合 那妳先過去吧 張媽媽走到了廚房外面的第一個門 把門打開 張媽媽嚇了一跳 因為張媽媽從頭到尾都沒有離開的毯子 照理說在旋轉的時候 如果是真的 她的毯子也應該在廚房的範圍裡面 可是張媽媽把廚房的A門打開以後 發現她的毯子被甩在另外一個角落 奇怪歸奇怪 那還是我的毯子 我要去撿回來嘛 張媽媽走過身去 彎腰把毯子撿起來 一站起來 眼前就看到了一個人 但是那個人只有胸部以上 而這個人就是張媽媽 剛才似夢非夢被旋轉到 吊扇上面的那一張人的臉 真的 假的